我們今天請到三位講者 我首先要先介紹今天的主講師 Mr.Kamen Dawoud 他是用法語寫作的阿爾及利亞作家 然後他本身也是記者 然後還有時事的評論家 他長期在阿爾及利亞的報紙上 法語報紙叫做 《Le quotidien de Hong》 《瓦赫蘭日報》 然後擔任總編輯 他才在那邊做長期的寫專欄 大概有持續快20年的時間 然後他2013年的時候 他發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說 叫做《異鄉人方案調查》 所以他是從 卡米歐的《異鄉人》這個故事裡面 去寫出另外一個阿爾及利亞觀點的故事 因為大家知道說 卡米歐小說裡面 那個主角他殺死了一個阿拉伯人 然後可是這個阿拉伯人是誰 從來沒有人去討論 他幫他寫出了他的故事 這樣子 他給他一個身份 那這本書在2013年的時候 剛開始是在阿爾及利亞發表 那2014年的話呢 法國發表了這本書 請出版 不好意思我跟著一下 是2014年的時候 在那個阿爾及利亞先做發表 然後2015年的時候才到法國就是出版 這樣子 那這本書他出版了以後呢 他就受到很大的轟動 還有就是引起了非常多的討論 然後也同時獲得了那個法國的鞏固爾文學獎 這樣子 那在除了他就是繼續寫作以外 他自己現在本身是作家 後來也出了很多的作品 比如說這邊有兩本 一本是那個吞吃女人的畫家 中文一本 那他在 他現在還是其實持續的在各大的報紙上 寫一些時事的評論 比如說像那 The New York Times 還有那個法國的Le Point 這些大報紙 然後繼續做一些發表 那他的寫作的話 因為他用法文發表 所以也讓很多 還有英文發表 所以也讓很多就是西方的社會 他們更去了解阿拉伯的世界 那他而且他對本身 其實對阿拉伯世界的一些 就是現在的現況 其實他做了很多的批判 他的筆封非常的犀利 然後很清楚很明快 然後而且他非常的 就是去批判這些極權 這些很威權的體制這樣子 那他也很長期的關心 就是阿拉伯世界裡面女性的地位 然後也為這些人權 然後還有女性去做發聲 然後他因為就是 他對這些事情都 其實下筆都非常的犀利 所以其實呢 他甚至後來還引發了一些 就是伊斯蘭極端交易派 那個伊瑪們 他們對他的一些 就是一些 發出的一些 宗教追殺令這樣子 可是他自己本身 還是不為這些威權的 繼續在為這些 不平的事情做發聲 那他這次的話 我們他來了亞洲 去了新加坡 台灣還有日本 然後我們非常非常的開心 就是透過法國帶來協會 還有那個無禁文化 兩個單位 然後可以邀請到他來台灣這邊 做很多講談 跟台灣的做台灣的讀者們 然後來做一些就是討論 然後交流他的作品 還有他的觀點 所以再來的話 接下來我要介紹第二位講者 是今天的徐家華老師 徐家華老師 他現在是國立中央大學 法文系的副教授 那他自己本身的研究專長呢 是在卡妮 還有就是 那個阿爾吉利亞 殖民時期的法國文 法語 寫作法語文學這樣子 所以待會他會幫我們先做一些引言 讓我們大家更了解一下阿爾吉利亞 他的一些歷史背景 還有就是他的一些文化的狀況這樣子 那再來我要介紹的第三位的 今天的口譯 同時也是語譚 就是吳坤雍先生 吳坤雍先生的話 他是 就是現在現任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的理事長 然後他長期就是在做法語中文的口譯的 還有筆譯的部分 那因為他自己本身也是就是 Monsieur Dawoud他的這本書的譯者 所以我們今天很開心 有可以邀請到他來 一起來幫我們做一些分享 然後跟語談這樣子 那首先的話 我就先邀請徐教華的徐老師 然後來幫我們就是講一些 阿爾吉利亞的歷史跟文化背景 讓我們大家對這個地方有一些的了解 好 大家好 呃 呃 開門教授就是 我們很榮幸可以請他 從勞遠的地方來要特別 好 那從阿爾吉利亞過來 嗯 阿爾吉利亞在台灣的讀者 呃 來說可能不是那麼的熟悉 所以也許我們就先從這邊 給大家一些很基本很基本很快速的一些資訊 然後再帶到我們的主體 嗯 阿爾吉利亞這個地方呢 是在北非 阿爾吉利亞地方在北非 那呃 他就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開始有人類在那邊活動的 呃 遺跡 那麼呃 我就挑幾個比較 之後文明時代開始挑一些比較重要的事件來說 呃 比如伯伯爾人在那邊很早就生根 然後呃 發展他們的文化 伯伯爾人在 在那個呃 阿爾吉利亞是被稱為卡比勒 卡比勒人 然後比如說在呃 呃 羅馬的時代 羅馬帝國在地中海區域 呃 整個擴張 是有 呃 包括到阿爾吉利亞的 目前阿爾吉利亞的一些區域 那就是在阿爾吉利亞今天還是可以看到 呃 很多羅馬城市的遺跡 在這邊 呃 然後阿拉伯人來到這裡 然後呃 地區 然後帶來了這個伊斯蘭文化 然後還有像是 呃 嗯 我現在講到阿拉伯 對 然後 我可能就不用講得太細 當然也有曾經有熱邁民族從北方下來過 對 然後俄圖曼 土耳其這個地方 在這邊有大三個世紀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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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存在在這邊 那呃 好那現在來到了呃 現代的部分 那也是呃 對今日的阿爾吉利亞影響最深刻的 到現在還是一直呃 呃 有很長遠的影響 相互影響的一個事件 就是在1830年的時候 呃 法國出兵 來到了 當時是赫曼 所控制的這一個阿爾吉爾這個地方 然後把他們趕走了 然後就開始用軍事的手段 在這邊 呃 如果我有講錯的地方請糾正我 我今天是一樣的 那一間 那一間 好 對來到這邊開始用軍事的方法 然後開始再擴張 然後呃 然後呃 然後開始帶人 開始來這邊 囤墾 但是他們呃 呃 他等於是19世紀那種民族國家 他在發展的時候的那一種呃 呃 呃 那他使用的是一種呃 呃 等於就是掠奪他的資源 但是卻不去照顧當地人民的生活需要的這樣子的呃 方式 所以資源 經濟的資源 呃 政治的資源是掌握在極少數的歐洲人 就是法國人的手上 那他們把這些土地當作是他們自己的 就好像來到了 呃 有時候你會讀到一些像是 好像是呃 呃 美國人來到了美洲大陸一樣 是一個新大陸 所以我呃 屯墾到的地方 我圈化的地方就是我的的那一種呃 呃 呃 那原本在那邊的呃 住民的阿拉伯人 婆婆人 猶太人 他們其實呃 呃就是被當作是次等的公民 呃 所以在呃 呃 教育上面 然後在政治參與上面 呃 教育他後來是有一些學校 但是其實也不那麼的普及 而且普遍的窮困擾 大家也不見得能夠一直去修學 然後呃 呃 政治上也是不能參與的 那呃 阿爾及利亞猶太人在1870年 因為我剛剛講到1830年的開始去佔領 慢慢的佔領 這個地方 哦 對我剛剛沒有講到 就是1830年的開始慢慢佔領的時候 原本在當地的一些人他們就抵抗了 那抵抗的話呢 呃 甚至是有一些 呃 卡比爾人 博貝爾人 他們甚至很長 就是一直抵抗了很久很久 其實我有時候會想到阿爾及利亞的一些就是 這個殖民 就是各種文化在這邊一個接著一個的過程 然後還有就是殖民的一些事情 會覺得跟台灣的情況有時候還有滿多可以交響參照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是滿有趣 所以我剛剛講到 呃 他們 所以說像博貝爾人在那邊抵抗了很久很久 法國人才把他們都控制住 又讓你們想到台灣的一些以前的一些歷史的一些片段 然後 呃 對 所以我剛剛講到他們1870年的時候 猶太人才得到公民權 那阿拉伯人跟博貝爾人就是他們說的卡比爾人 他基本上是甚至沒有 不是公民身份的 好 必須要申請但申請我們也知道大概結果會怎麼樣 極少數的人 你可以申請但極少數的人 呃 有可能會得到公民身份 也就是大家都沒有辦法參與 呃 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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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 所以這樣的情況呢大概到了 呃 呃 怎麼做 呃 呃 他們在呃 他們的生活非常的困難 然後在19世紀的時候就開始 大 還滿大批的 對不起 20世紀初期 20世紀初期 就開始大批的往法國 去呃 比如說是殖民潮 呃 對不起 這個叫做 呃 這個叫什麼 移民潮 也不是移民 他們其實算是某種程度的移工 他們必須離開自己的家鄉 到法國去 做一些呃 比如說 寬工 或者是一些呃 就是呃 這些比較困難的職業 然後寄錢回家裡 因為家裡的生活實在是太困難 政府能照顧他們 對 那就開啟了這個呃 阿爾及利亞人呢 跟法國之間這個移民的這個這個 這個歷史 呃 今天法國如果沒有記錯 我的資訊還是正確的話 在今天法國的最多的移民 呃 是 就是說移民最大中是來自阿爾及利亞的 呃 好 所以呃 這樣子下來到了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 你怎麼知道 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們都有從北非徵召人到歐洲去打 戰去幫助他們 那二次大戰結束了之後呢 呃 有一次 比如說在 這個地方 然後大家就出來呃 呃 就是很快的時候就是呃 慶祝二次大戰結束 戰勝 那當時 當場呢 就有一個人在隊伍裡面拿出了一面阿爾及利亞的棋子 那就引起了這個 呃 就引起了那個 呃 警察的這個鎮壓 好 當場就呃 死傷無數 那有少數的白人 但大部分大部分都阿爾及利亞人 店就是 除了這地方還有一些其他地方 這些活動等於 現在歷史學家會覺得可能是 呃 引起他們開始去追求獨立的一個導火線 種下來一個火苗 但是真正開始獨立戰爭是1954年 所以這段時間醞釀了很久 1954年 然後獨立戰爭打到1962年 那呃 算是一個呃 影響阿爾及利亞很 很 跟法國兩邊都很深遠的一段 呃 一段時間 好 我們現在可以說阿爾及利亞 如果說呃 呃 沒有呃 跟法國這段歷史就不是今天阿爾及利亞 法國如果沒有跟阿爾及利亞這段歷史 也不會是今天的法國 因為甚至法國的第四共和到第五共和的轉換 事實上是在阿爾及 因為阿爾及利亞戰爭 可以說 呃 呃 本來比如說在卡米歐的用詞裡面 他可能指的是阿爾及利亞的白人 然後就有點像不列塔尼人 或者是 柏根帝人這樣子的 但是呃 呃 卻不是指的是阿拉國人 或者是當地的柏國人 那他們獨立建國之後 終於把這個V字 呃 呃 確定就是阿爾及利亞國的這個 呃 這個 這個獨立的過程 當然也還蠻值得我們思考的 呃 呃 這個簡單的介紹就到這邊 所以我就想要接下來的 呃 呃 喔 對 我要接下來講一下異鄉人 雖然我可能有些讀者 你們還沒有讀過《異鄉人》 我可能會爆雷 但是 我想 剛才主持人已經爆雷了 哈哈 所以 呃 《異鄉人》 所以我們就來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翻案異鄉人》 那《異鄉人》這本書是卡米歐寫的 在1942年出版 呃 1942年出版 卡米歐本身也是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能稱 因為我們會說她是一個法國作家 事實上她是在阿爾及利亞出生長大 她等於是阿爾及利亞的移民第三代 可以這樣子講的 也就是說她的爸爸媽媽都已經是在阿爾及利亞出生長大 那爸爸是法國這邊 媽媽是西班牙那一邊 她在1942年在法國出了異鄉人 那異鄉人的故事呢 呃 簡短回顧一下 就是呃 很有名的第一句話 呃 今天媽媽死了還是昨天 我也不知道 那大家就常常 呃 會覺得說 呃 就是一個好像對事情都莫不關己 然後沒有道德的一個人 那有一天呢 她每天就是這樣上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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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周末的時候就交女朋友 然後去游泳 然後看電影這樣子 呃 有一點呃 其他事情都莫不關心 有一點 又沒有理想又沒有報復 老闆要給她升級 要去派她去巴黎 她說我去巴黎幹嘛呢 我在這裡就很好啊 也沒有什麼差異 有一點那種 今天來講有一點那種厭世的感覺 然後覺得我做太多也沒有 那呃 然後有一天呢 她就被一個鄰居 呃 邀請去海邊玩 這個鄰居她有一個女伴 她這個鄰居之前 就是在家裡打女伴 那女伴是阿拉伯人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在凱貝爾代物的書裡面 她就打女伴 後來她就 她們就去海邊玩 那海邊呢 就遇到那個女伴的 她們家裡的人 她的兄弟 還有她跟著兄弟一起來 就遇到這個鄰居的仇家 那就有一些零星的衝突 可是也沒怎麼樣 但是她就是吃飯啊怎麼樣 然後自己就晃回海灘 那時候下午洋夜中 太陽非常的熱 老師非常有名的 這個印象有一個片段 非常精采 大家有機會可以看 就是她到了海灘 天氣非常的熱 太陽非常的大 然後汗珠就流到她的眼睛裡頭 喔千走也不是往外走 也不是太熱了 然後就想要找的地方有多多陽光 剛好那個阿拉伯人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呢阿拉伯人就看到她來 因為她們之前有一些零星的衝突 她就拿出了小刀 太陽就射到了小刀 小刀就反射出光芒 射到了這個主角的眼睛 然後主角就覺得阿難受 然後就把刀 不是講 把槍拿 把槍拿出來 射了她一槍 那她就不動了 好 然後又換又補了四槍 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本小說是第一人稱的小說 所以她不告訴我們 也不知道她是為了什麼 她說阿就是太陽很大 好 那我們當然就覺得很奇怪阿 太陽很大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殺人還是怎麼樣嗎 然後就來到書本的第二部分 書本一問她就是被抓去審問了 問問題 然後到了法庭的審判 最後呢 是因為她 她就被判了死刑 可是 她被判死刑 並不是因為她殺了阿拉伯人 而是因為 她是一個沒血沒類的一個人 比如說她們就找很多證人來問 她說她在媽媽葬禮的時候 因為我們記得媽媽在書本一開始就過世了 媽媽葬禮的時候她沒有哭 然後她跑去旁邊喝這個牛奶 她加了牛奶的咖啡 你可以喝咖啡 但你不可能會加牛奶的咖啡 然後她就做些事情 然後是社會所批許的 覺得你不尊重死者 不尊重那個場合 然後也不記得媽媽幾歲這些事情 最後宣判就認為說 這是一個沒血沒類 然後沒有道德反社會 反基督 因為她說她也不信神 也就是不願意懺悔 然後 所以就是一個無法 沒有再教化可能的 一個會把社會拖向道德深淵的一個禽獸 所以我們必須要判她死刑 所以她其實還蠻明顯的 反映出當時殖民社會 對於阿拉伯人的一個對待的方式 也就是說 你們去看她的巨細民遺的法庭的過程 她並沒有 比如說請阿拉伯人這一邊的證人 出來講過什麼話 我們也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這阿拉伯人是誰 好像在這故事裡面都不重要 因為我們知道她最後 不是因為殺了一個阿拉伯人而被判斜的 所以也反映了殖民社會的一些現狀 所以我現在就要請卡雷達 來問她一個問題 就是說今天我們來翻案異鄉人 為什麼想要翻案異鄉人 因為異鄉人在1942年出版了 到現在已經70年左右吧 為什麼在今天會想要來翻案異鄉人 然後是不是藉由翻案異帶出什麼 謙虛的今天阿爾吉利亞的一些面向跟議題 是的 對 很容易 可以嗎 好 好 好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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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非常開心能夠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剛才在大家介紹自己的時候 我聽到大家都對今天晚上的講座 有非常多的期待或者想像 我也很希望我能夠達到 就是說能夠滿足大家的期待 聲音會太小嗎?後面的朋友 OK,好,謝謝 我已經在拍攝幾年 我常常問我同樣的問題 但每次是一個機會 嘗試在深深深的答案 找到一個更加確實的答案 和更加興奮 給予媒體 尤其是我 那事實上呢 就是說這本書出版以後 我已經有非常多的機會 在世界不一樣的國家跟地方 去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常常大家都會問到我這個問題 為什麼想要寫這本小說 每一次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給我一個機會 可以去把這個問題 講得更清楚 講得更深入 然後就 我所在的這個地方 去找到一個更對的回答 請了解答 我跟你們一個答案 我認為你很想思考 我當時發生的情況 會提出 來問到什麼 對於一個人 和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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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其實 是從來人的問題 請問個需要 去來自殺 解一人 解禁寫 解一人 解禁寫 解禁寫 解禁言 而他一直都在这个问题 他没有答应 或者他有一个极为 是说 维生的逆分 在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会遇到 就是人们想要知道说 有关于殖民者 到底在想什么 或者是说殖民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被殖民是一个怎么样状态 这些种种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去想的话 殖民者只有问一个问题,而且对殖民者来说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要拿这些被殖民者怎么办 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对他们,或者拿他们来做什么 然后是不是要推往一个更极端的一种殖民的方式呢 西方的问题有多解说,对我的问题,他认为 我认为何必须想远 他心里没有知了什么能够辞联的 订阅是向aney认者呢 是代表叔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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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而是国人那么多危疫情 至是要许将去辞联的 在歷史上,在歷史上是說法國人,但歷史人不是法國人 在歷史上,在歷史上,這個焦慮或不知道怎麼辦是非常明顯的事情 比方說,歷史人在歷史上,在歷史上是屬於法國的 但是歷史人不是法國人 一例如,一例如,在歷史上,我們反映了一個康史上,我們想說法國人 在歷史上,我們說法國人,我們有法國人,我們說法國人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說在阿爾及利亞被指定那一段時間 他們可能會叫那些,原來是法國人,然後移居到阿爾及利亞 然後在阿爾吉利亞繼續繁衍後帶著這些法國人 叫他們叫做法國人 那這些其他人要怎麼叫他們 他們叫他們是穆斯林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前者是用一個國籍稱呼他 後者是用一種他的宗教信仰的屬性去稱呼他 這你們可以想像的就是說 就好像台灣在被殖民的那段時間 但是他們會想像的一種旅行 我认得很奇怪 70年以後再問我們一個同樣的問題 但是在另一種旅行的意思 這不是不是這個人說 這個人說什麼要做的 而是現在這個人說 這個人說什麼要做的 跟這個人說什麼要做的 是我們對他做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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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會在她生活,還是會給他們一些証言 我覺得有趣的是,在70年以後,在今天問題還是存在的 不過是,今天問題的問題已經不在了 是殖民者去問,我要對這些被殖民者怎麼辦 而是相反的,那些已經去殖民的這些人 就是阿爾及利亞人 在想說,我到底要對這些前殖民者 我要怎麼樣去對待他們 我到底是要去原谅他们呢 还是说我要去把所有的我们的不信 或者说我们的不满全部都推到他们的身上 一切都是他们的错 我旅行很多 我经常是关于中国的故事 我经常是关于中国的故事 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关系 我经常是关于他们的答案 那是他们的答案 什么是我们做的关系 跟我们的关系 那事实上呢 我有很多的机会旅行 而每一次我旅行到一个 曾经被殖民过的国家的时候 我都会非常想要知道 就是说在这些已经去殖民 已经离开殖民的 这些有殖民经验的国家的国民 他们会怎么样去看待 自己的这个被殖民的经验 他们会怎么样去看待 就是那些前殖民者 事實上在每個地方在每個人身上常常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答案 不管是在阿爾及利亞、在法國、在台灣、在中國或者在各個地方 其實常常大家的經驗不同 然後每個人會給予的答案也不同 而如果在更近的去看的時候 在法國比方說出現問題的大家不知道怎麼辦的 常常甚至不是那種在法國裡面的穆斯林跟法國人裡面不是非穆斯林的族群之間 他們互相要看怎麼辦的那個問題 甚至有些時候會被拉高到就是 全世界穆斯林跟非穆斯林之間要怎麼樣互相看的問題 這個事件,我系列的研發,對於我來說是,在我調查的研發 在我身邊是,做文化的研發,尤仙來的問題 在中心能聽到的研發,他們不應該都不然在這方面 香港人們的研發,是在一部分尚算不中的思考 在一方面永遠的愛受人的道理 甚至 ist-à-dire有一個深入的研發 在與民主思考上的思考上的意義和民主思考上的意義 和那種體議題的問題 都在講一部分的問題 那事實上這個整個問題 又回到了剛才所提到的 一個人或者說一個群體 他是被他們的宗教信仰的那個屬性 來作為一種區分 或者是作為一種身分識別的 這樣子的一個標籤 那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就會常常推到那一種 某一種宗教信仰 或者是某一種宗教信仰 被轉換成了這種身分認同 被視為是一種 就像是具有攻擊能力的 一個危險的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然後在這裡面 我們就會去看到就是那些宗教 有一些宗教 如何被有一些政治的利用 看成是一個極端危險 我們來講解了一個 在原來是一種法律的 是一種法律的分別 是一種法律和一種法律的 但是它是經歷的 是一種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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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法律的 他也有一個公共和一種法律的 當然當然 但不是一種法律的 一種法律的 在一種法律的 因為他只有 是一個政治的 但是也因為這個故事並沒有解決, 因為這個故事並沒有解決, 這個故事並沒有解決, 這是我的意思。 那所以呢,這個問題, 或者剛才提到那個非常深層的, 在去問說, 我們要拿前治民者怎麼辦等等, 這些一大串的那些問題, 它會帶來一些今天我們遇到的更多的難題, 比方說,就像是政教分離的這個原則, 政教分離的原則原來就只是訴求說, 要把宗教跟政治分開來, 就是說宗教不應該去影響政治, 但是當有一些宗教的群體, 去認為政教分離的這個原則, 是對於他們的那個群體的文化, 或者是宗教的一種攻擊的時候, 這個時候整個問題就變成是完全複雜了, 而且就變成不一樣的那個情況, 而這種今天我們會看到的這種, 或者是說刻意的誤解的產生, 造成的這種難以溝通, 我們可以從70年前的那個時候的那種 殖民被殖民, 然後到今天的這種一直無解的殖民被殖民之間, 要怎麼樣互相看待的這個生成的難解, 裡面去找到答案。 如果我試著做一個討論, 前面的答案, 因為,我認為, 這是重要的, 那要回答林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如果我可以再把我刚才的这个思考讨论 再更深入一点的时候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前殖民者 或者是说作为一个前辈殖民者 或怎么样去看待前殖民者的这个问题 在所有的每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的身上 都应该都有些时候在问这个问题 Et c'est parce que j'ai réfléchi et j'étais obligé de réfléchir à cette question et parce que aussi la littérature a toujours été pour moi un continent qui n'a pas de nationalité un continent d'évasion un continent où je pouvais me reposer de cette question est-ce que c'est fini par-piquet-on-l'a-s-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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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Et quand j'ai fini ce roman je ne l'ai pas écrit avec des idées mais avec une sensibilité je n'ai pas décidé que je vais écrire le roman de telle idée et c'est venu comme ça mais quand j'ai fini j'ai compris que j'ai essayé d'écrire le roman qui répond à une question c'est comment sortir du postcolonial comment pouvoir me définir par moi-même et non plus par une histoire passée comment arrêter de penser au passé et m'occuper pour une fois du présent c'est comment sortir de l'histoire vers la présence au monde 那事實上呢 在寫這樣一個小說的時候 我並不是腦袋裡面 先樹立了幾個理念 然後要去傳播這個理念 去寫這個小說 寫小說的時候 我一定是從一種非常直覺的 非常欲望的 非常來自於我的 sensibility 就是我的感知的角度 開始去書寫 等到我寫完的時候 我再去看我自己寫出來的小說 我理解到事實上 我想要做的事情 在這個小說 在這個書寫裡面 其實是我想要去思考 要怎麼去脫離後殖民的這個狀態 所謂這個後殖民的狀態 就是一直只停留在過去 一直只糾纏在那一個殖民的過去 殖民的經驗 然後一直只把自己活在裡面 不願意去看到現在 不願意去思考未來 就這樣的一個狀態 而我想要抗爭的 就是這種 就是把自己關在過去 然後我想要去思考 就是朝鮮未來 就說了一個正確的 是一個正確的 我被誤會說 是一個正確的 是一個正確的事實上 但這是完全正常的,因為它是要逮捕一些網路, 要進行的問題。 但是呢,大家可以想像到的是, 就是我剛才所提到的這個後殖民的狀態, 意思是說,有非常多的大學的學者, 有非常多的政治人物,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樣的人, 把那一個剛才提到的,把自己關在舊過往的那一個殖民經驗裡面的所有的這些東西, 他們把它視為一種資產, 它是一種他們的,比方說作為學者的資產, 他們是一種政治人物的資產, 它可以從那個在講那個打解放戰爭的那個故事裡面, 然後不停的去強調自己的英雄刺激等等等等的, 所以我的這一個要求,我要能夠活在現在, 我要能夠活到未來去的這樣的一個主張, 就會激怒非常多的這些的人, 因為我的這樣的一個主張就挑戰了他們, 就是把它當成是自己資產的這一種過往的這些殖民經驗, 所給他們帶來的一些東西或是一些好處。 你問我為什麼要寫這個小說, 我想,其實我寫了這個小說, 但是,如果,即使我不寫的話, 找到一個東西, 早晚都會有人要寫這樣的一個小說, 這個小說裡面主人公所描述的那樣子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它一直被緊緊的束縛在一個過往的這個經驗裡面, 然後它希望能夠去掌握現在, 它希望能夠去活出自己的這一個欲望, 早晚都會有人要去寫這樣的一個小說, 因為它就是我們所面對的現實。 我希望能夠去答應。 我希望能夠去答應。 我現在失去而已。 好,請他講一下現在就是阿爾吉利亞的現況, 因為他說就是他們一直在整個這個情勢裡面。 我希望能夠去答應。 我也會補充,再多問一個問題, 就是從我們在台灣知道的很少, 可是在今年的二月, 就是2019年的二月的時候, 開始阿爾吉利亞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政治運動, 就是很重要的一些結果。 我還想跟大家多說一點。 我會想多說一些多一點。 你呢,兩位的事是 route Extremadura, 主持人員發生了一段強行動, 現在將二月到上開船稿。 但是,它並沒有出力。 是隆利亞的結束。 謝謝你為質疑。 ALGÉRI還是一堆來的這樣 paying。 我們, als成員我們有很多很多聲音, 很激烈的。 我们可以说阿尔基利亚现在是隐形的 是大家看不到的 阿尔基利亚人有非常多的人 他们有一种非常尖锐的幽默感 像我朋友说阿尔基利亚是北非里面的北韩 军台的风景是明末 给我们的後 roz斗定是1962 在继续亚的初衔 幽默感军筹讲的 有军毩竞不过赁 рад充议的国家 无法作出镜 无法控制 无法看不由由去 她在罗硏 我计划 我计划 阿爾及利亞的政權事實上是 從1962年阿爾及利亞宣布獨立以來到今天 其實都是同樣的一個政權 那這個政權他們一直非常清楚的知道 要怎麼樣讓阿爾及利亞變成隱形 所以他們其實基本上就是不給記者簽證 他也不發展觀光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到有關阿爾及利亞 現在發生的那些新聞那些事件的東西 都非常非常的少 那有一個法國的諺語說 如果你要活得幸福就要活得低調 那阿爾及利亞的政權他們非常知道 就是要怎麼樣就是活得低調 或者活得完全就是躲起來 所以阿爾及利亞在全世界顯得看起來像隱形一樣 為了解回答這個問題 我必須解釋一些事情很簡單 残忽然 從1962年來的歷史歷史 我建立了一條法國的歷史 在歷史上的貿易 在歷史上的戰略 我寫解決 我寫解決了 這次的戰略 我寫解決了 所以我寫解決了 所以我寫解決了 你來自我 你來自你不必須 你不必須要留意 你會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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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不能不必須 你不必須 你不必須不必須 你不必須不必須 那如果要再更深入的去介紹一下 阿爾及利亞的今天 我只能夠用一些比較簡單簡化的一個方式來講 因為我們時間不足 很可惜 但是我還是會盡量去把它解釋比較清楚 首先就是執政者 就是剛才提到從1962年獨立以後 到現在一直都在的那個政權 他們的心態是什麼呢 他們心態是我們打了解放戰爭 我們把你們從殖民狀態下面解救出來 我們是殖民的解救者 所以這個國家是屬於我們的 那你們都不要動 你們就在那裡 我們會養你們 但是如果你們要來主張說你們用這個國家 那你們是沒有權利的 那事實上呢,有一個,你如果認真去仔細想,就會覺得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今天,我剛才提到的,從1962年,一直到現在,霸著位置的這個阿基地亞的政權,他們做的事情其實就跟當初的殖民者是一樣的,他可能會跟你講說,如果沒有我們的話,你們,阿基地亞的政權,他們做的事情其實就跟當初的殖民者是一樣的,他可能會跟你講說,如果沒有我們的話,你們,阿基地亞的政權,他們做的事情其實就跟當初的殖民者是一樣的, 阿基地亞的百姓們,其實就是會人吃人,就是會互相的,就像野蠻人一樣,就是打的不停,他可能會說,如果不是我們的話,外國的勢力就會來攻擊阿基地亞等等等等,這些完全是屬於原來的殖民者會用的那些語言,這其實是一種獨裁者,或者是這些獨裁掌權者,他們的一種非常可怕,而且有有趣的心態,就是那些原來被壓迫的人,然後他們一旦在權位上面的時候, 他們反正就非常自然地可以轉到那個去壓迫其他人的那些東西 所以他們是在權利益上的表現的表現 那他們就是把自己變成了殖民時代的那群殖民者的那個地位 所以換一個角度,我可以負責任地這麼說,這是我說的,就是在殖民時代的時候,我們有的是那些被殖民者,而今天我們有的是那些admistere,就是在行政上面屬於被管理的那些人 我介紹一下,這個社交代表現,就是為大家提出的風格,這句說明解的道理貿易 這些說明,是一個綫進來的 那事实上呢我们刚刚前面所描述的这些种种的情况 我觉得他是在一个所有那一些其他有类似的经验 意思是说曾经被殖民 然后后来有一个独立解放的战争 然后有一群的就是独立解放战争的英雄 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类似的经历的国家 他们今天都有同样类似的问题 你会有一群这些把自己当成就是说解放者自居的这些人 他们拒绝任何的transition 任何的这种转型 他们拒绝任何的那些改变 他们也拒绝死亡 然后更妙的是他们会拒绝有小孩 这种犯罪的这种犯罪是因为这种犯罪的这种犯罪 那这个拒绝有小孩的这个现象 以今天的阿尔吉利亚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绝大多数的官员 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已经超过80岁以上 就是拒绝把权力放下来给他们的孩子 然后我们要知道的 阿尔吉利亚是一个国家 根据比较少于30岁的年龄 那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如果根据人口的经历的话 阿尔吉利亚有70%的人口是少于30岁 那类启已經是30岁 Micro方面? 我曾經經歷過天南門事件 還有等等其他的 在阿爾吉利亞我自己也經歷過 比方說在我18歲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試圖的要去反抗 就是這一個專制的政府 然後有非常非常血腥的鎮壓 然後在1990年到19... 在新元2000年之間 曾經有伊斯蘭主義分子跟軍方那種 非常血腥的內戰 這些東西都是讓我們看到 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之下 他所帶來的不願意改變的一些後果 他所帶來的第五項目 那這不是他嗎? 那是一張照片 那我講到就是說 離我們最近的這段故事 就是在1999年 就是剛才提到的那個內戰到達尾聲的時候 有一個政治人物叫做布特費卡 他就出來競選總統 那是他第一次出來競選總統 接下來他又連任第二次 然後又連任第三次 到連任第四次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基本上身體已經非常糟了 然後在2019年的2月7號的時候 他竟然還要出來就是競選第五次 而這一次他的身體已經爛到 他根本沒有辦法出來 他是拿一張照片出來宣布參選 所以,在22日2019 有一個月的日子 有一個日子 在一張照片中的一萬人 在一路上 他們在一路上 也在一路上 然後一路上 那是因為 我 這就是一路上 我提到的一路上 那是一路上 一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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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這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 我們 所以 他在2月7號的時候 拿了一張照片出來說 宣布他要再競選第五次出來 競選總統 然後在2月22號的時候 有上百萬 幾百萬的 阿爾及利亞的年輕人 就下街 抗議 遊行 抗議他的 要出來選 第五次 要連任第五任 那這些 這些年輕人 多半都是在30歲以下的 而且是好幾百萬年輕人下街頭 而之所以 也會有這個結果 是我剛才所說的 前面的一場 這一個歷史的過程 帶來今天 這個結果 但是 簡單來說 這一個 剛才所提到的 從之前一直延續到現在的那個衝突 它是一個世代之間的衝突 一個 就是已經超過80歲 不願意死掉的一個世代 跟年輕世代之間的衝突 那剛才提到的就是布特皮卡的這個總統 他大概在兩個月之前 他的整個那一個 他們的那個派系整個垮下來了 布特皮卡他下台 然後他周邊的一大堆親信 被關到牢裡面去 但是事實上 事情並沒有因此 就完全變得就是好轉 因為 這一些 就是 舊有的政治人物 他背後真正的那一個影子的掌權者 就是軍方 他們還繼續的在 在試圖的要去把政權做在手上 而軍方又是一個 超過80歲的一個頭頭 在領導的軍方 那今天的這個情勢 就還是在一個繼續的一個狀態 在封箱的中心 他國內建議員 要還要再通關鍵 和這個地方 他在加上的部分 第四個國內 在這個郵化 這個國內 這次劵語 在巨星上 使用來 中國人 但也 這些 這些 一般人是一般人的偉大选啊 不需要以自由的了解 制度了 法定的一直呈 无法定 非洲人在法语上 在中国乡的国际 正在铁铛 或是奥运力的奥运力 或是奥运力的奥运力 而是中国人的优先 它一直在继续上的问题 所以我 我认为我认识的语言 也认为是一个小小的参与 来帮助了认识的认识 来解决的真正的问题 而来解决了一生命不存在 或认为这些人的存在 这些人的存在是一生命的语言 那实际上呢 刚才我所提到的 这一个不愿意死掉的 一个非常老的世代 跟一个没有办法出生的 一个年轻的世代之间的这个冲突 我們還是看到就是這一些 一直從獨立以後就一直罷著權位 然後不願意就是放下他們的權利的 這一些不願意死的這個世代呢 當這個壓力變大的時候 當任何時候他們的情況就是說 感受到他們遭遇到一些威脅 被已經被擠到長角的時候 他們就會拿一張王牌出來 那張王牌是什麼呢 他就要開始又要去說 這個是前子民者他們在搞的飛機 然後這個年輕世代的這種抗議 或者是他們的這些反抗 他是前殖民者帶來的一種陰謀 然後這樣子的做法其實是屢見不鮮的 所有的獨裁者他們永遠都是喜歡 去找到外面的一個敵人 用一個想像的敵人 用這個方式來試圖的再去給予他們自己的掌權 去有一些正當性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處於在這樣的一個狀態 但是我自己認為 對於前面的這個不願意死的這個世代 我們已經到最後的一個篇章 今天很特別 因為我又是口義又是語壇人 所以我可以那個真的是光明正大地講一個問題 其實我想要問的其實是兩個問題 一個是要問嘉華老師 然後一個是要問達悟德先生 就是我想問的是說 對嘉華老師來說 像異鄉人這個小說 為什麼會變成全世界 可能是最多人讀的一個小說之一 就是說除了在法國那麼的重要 在各地也顯得那麼的重要 然後我想問達悟德先生的是 那為什麼他覺得 異鄉人翻譯調查這個小說 他也可以在 因為他已經被翻譯成三十七中一員 這一個成功 他是自己怎麼看的 我會當然説 他疆都我覺得 有價錢 不覺得 會不會發生嗎 包括 是否有在不同的國家中所說的 而是為了外國人的好處 為何今天有多重要的問題 《異鄉人》這個小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可是其實我知道有一些讀者 他其實並沒有理解到這個阿爾及利亞這個地方 在讀異鄉人的時候 比如說我自己小時候可能讀異鄉人 就對於阿爾及亞這件事情印象都不是那麼的深刻 所以我覺得我很難替所有的讀者來回答 也許待會可以問問在場的朋友們 但是我覺得卡密歐他寫這本書 他其實是你可以說他其實是抓到 卡密歐對文學的想像 他認為說應該是要是universal的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觸及了蠻多人 其實你不認識阿爾及利亞 你還是觸及了很多人的很多的內心的某一些地方 或者是你的一些經驗 然後他問的一些問題其實也是很很普遍性的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去遇到會問自己的問題 就是我跟他人的關係 然後你也是會像該怎麼說 你也是會遇到身邊會有這樣子類型的人 甚至是有時候你會問你自己 你對社會投入這麼多有什麼用 反正我就是沒有未來 然後你也會問自己 我跟社會之間的界線 我跟道德之間的界線 我必須要去玩這個社會的道德的遊戲 還是我就要做我自己 我做我自己 我是不是就有個天會被處死 因為我沒有符合大家的期待 我覺得以現在人來講蠻多 就是其實很多東西可以講 這是一兩個我現在馬上會想到的部分 所以還有當然是你跟你的身體的關係 還有有一些他是吸引到了關於死亡的議題 還有宗教的議題 我是不是跟他們的關係 所以真的很難回答我覺得 我想他應該是觸及到的所有部分文化 然後部分地域的一些事情裡面的一些疑問 所以一直到現在 他不是他雖然是深深的根植在阿爾及利亞土地上的人民裡頭 但是他其實問的問題是 所有的人都會有一天問自己的問題 所以從那個1942年出版 其實他出版之後其實並沒有很長銷 然後到了1960年70年的時候 應該是那個時候開始變得非常暢銷 因為大家開始對於人生的荒謬感 然後對於存在的問題 又有更多的疑問出來 然後一直到了今天 都我覺得是跨越真正的文學 是跨越真正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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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部分人的文學 是一部分人的文學 那我认为呢就是基本上我非常同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 Cammule的意乡里面有一些地方是属于普世性的 是属于每个人都可能会去感受到的 每个人 任何人都可能有一个时刻你开始在怀疑说 为什么这个世界的那么多事情让我觉得那么的烦 然后我那么的不想理它 它可能就是一个你的失眠的夜晚或者是什么 它里面的确有一些部分 尤其是牵涉到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条件 这种部分的问题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解释的成绩 的成绩的成绩的成绩 的成绩的成绩 我还有一个组织 我认为了成绩的成绩 成绩的成绩 成绩的成绩 是解决的 我们解决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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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一刀 但是我们解决的成绩 解决的成绩 是很难 事实上就是有关于卡米欧的一项人的成功 直到今日还有那么多人 觉得他非常的重要 有非常非常多的解释 我自己也有一个解释 那这个解释是 当你看到卡米欧可以用那么美的文笔 那么精确的文笔 他描绘的是什么 他不像其他描说 假如描绘的是怎么样的激情 或者是描绘怎么样子的悬疑 他描绘的是空 是空舞 一个作家能够用那么漂亮的文字 那么精确的文字 把空舞描写得那么好 我认为他就是一项人 可以那么成功的地方 不必须忘记 到我的意思 和我的论者 是一种传统的 是一种传统的 是一种优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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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优秘的 一种优秘的 但是一种优秘的 是一种优秘的 是一种优秘的 在20世纪 他说 这种优秘的 我可以杀一个人 而最悲务 是他没有尽头 我没有杀了 他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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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尽头 他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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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人畏惧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经过像集权主义 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 我们会知道 我们可以杀人 而且杀人呢 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 也不像是有 而且 杀人的原因不是因为 有多少世代的仇恨 而是觉得无所谓 而是觉得无所事事 而且你杀人以后你甚至连一个尸体都不留给他 你甚至连这个被杀的人他信什么,名什么都不重要 这样的一种可以杀人的态度 现在我们回答了个问题的课 必须要忠识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课会有成功 我从来没有写过的课会有成功 我从来没有写过的课会有成功 我写过了一篇课课 然后我写过了一篇课课 然后我写过了一篇课课 我写过了一篇课课 我写过了一篇课课 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课会有成功 我完全不忠识 然后回到刚才提到的 《易相人翻译标签》这个小说 为什么能够在全世界那么多的地方 那么多的读者喜爱 那我先必须要很诚实地说 就是我从来一开始 真的完全没有预料到 这个小说会是一个成功的小说 最早它就是一个 我所写的一个专栏文章的一小段 然后后来我渐渐地把它写成了一篇 长篇一个小说以后 我心里就只有想说 它能够被出版的话 也只不过是众多的书里面的一本 然后我原来真的完全没有预许到说 它可以得到那么高的回想 那我在巴黎的出版者 他跟我讲说 当我们出了一个小说 然后他卖出一万本的时候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成功 你卖了一万五千本的时候 你可以说非常成功 等到你卖超过三万本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怎么样去解释这个成功呢 我认为了一种则 可能是一个人的一种则 可以认为一种则 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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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 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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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à-vis de l'autre il a eu succès en france pour des raisons évidentes il a eu aussi du succès en amérique latine là où le roman convoquant une histoire de culpabilité chez certains et de confort victimeurs chez les autres parce que il y a aussi des victimes confortables et je pense que d'un coup les gens se sont dit c'est valable pour l'histoire collective et si c'est valable pour nous même nous avons tous une collection de petites douleurs confortables qui qui nous servent de coussins d'oreille de fauteuil et nous savons tous parfois comment culpabiliser autrui et nos parents d'amour 我認為可能也是另外一種對於罪惡感 這樣子的一個感受的一種投射 或者是說一種反應 他可能都留有的那一種就是說 在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跟其他人的關係裡面 可能都存有某一種程度的罪惡感 而這個罪惡感又有一點像是一種甜蜜的痛苦 然後在這種大的人群的關係當中的 在這個罪惡感裡面有一個人的罪惡感 他可能找到在這個小狗裡面的某一種罪惡感 我認為我們也在寫和寫這類似的故事 我們在一旦是在一個人中的 我們是在一個人中的 我們在一個人中的男人中的 一個女人中的被逃亡 一個兒子中的被逃亡 這些事情發生在全世界上 但在同時 這個作品是一種絕囂的影響 她可以估计 譬ność Yang所延遭 恩 延遭 90 歧总 无事 44 我们可以说,在小说,或者是文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在小说里面,你当然会看到,比方说,有一个失败的父亲,或者是一个被抛弃的母亲,或者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小孩 这样的事情,在非常多的小说里面,你都会看到,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小说的题材 但是,在小说里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非常非常独特的细节,然后这些独特的细节,它被非常巨大的放大 然后去发展成一个故事,而这些细节,这些放大,发展成的故事,很多时候有可能是跟作者自己的某一些经验 或者是说,他想要去表达那某一些东西,是有关系的 就好像,海明威,他在写的《老人一海》里面,那个老孕夫八十几天打不到鱼 但是,事实上,那个我们知道,就是海明威,他自己有三个月,就一直是在作者的障碍,写不出东西来 那,当然,在阅读一个小说的时候,我们会期待去看到的东西,并不是要去,试图的要去考古,去看说作者当初要做什么 阅读小说的经验,常常是把自己跟自己去分开来 让藉由阅读小说的这个经验,我们可以有机会去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去经历另外一种生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再去看到小说里面的那些细节,那些细微的东西的时候,它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同样的,就是在卡妙异乡的人里面,他是不是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东西似的? 大家到现在都还觉得感动 与会想说,做什么呢? 我从来不仅在疑地靠我们所找到的尽贝金 我任何看见不亲自创来的那并是网士 当我订阅上我设计留在这些人ja的人 科学人的关系人和了这个人 还需要这样子的移民 一切就是,可以并不谷则的移民 我现在正面不是老谷的人 我不是来自这一年的一切 我离别人的视频 我必定闹所在对白岳老谷说 我每选天想看一张旅傾人一切 我只是问了一切尽命 那事实上呢 就是再回到刚才你所提到的 比方说很多人在小说 在卡米尔异乡人里面 没有看到阿尔基利亚 对我来说这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认为 在我看到的卡米尔异乡人里面 他更重要的还是 他对于那个人的存在条件 这个部分的思考 那事实上比方说 在卡米尔这个作家 我可能更感兴趣的是 像薛西佛斯的神话 或者是像卡利古拉 等等这些 他里面可能完全没有阿尔基利亚 今天如果我看卡米尔想说 是为了要看到阿尔基利亚的话 那我看中间就请一个阿尔基利亚的朋友 去吃饭就好了 这是一个问题 我经常问到 当我开始认识在美国 是否你会感到怒烈 在读《卡米尔异乡人》的第一次 我回答 我对不起 但我没有感到怒烈 我做了一件事 我读过这个文章 我用了英文 今晚要把 我身体公司或派出定的 社交流体信号 但我认为了决定的 过来 вый Thor 但是,在同時,文章,她反映了好和不好 我經常詞一個例子的Lorita de Nabokov 她有些人憎恨的情侶 這就是文章的文章,她不是國際的文章 她沒有文章的文章 只要有文章的文章,她是失敗 我在法國,有人會問我 你第一次看《一鄉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感覺到非常憤怒 我就說,為什麼要憤怒呢? 有什麼好憤怒呢? 我就是看完那個小說,我也跨過阿拉伯人的屍體 然後再把書就放回到書架裡面去了 我常常喜歡舉個例子 就是像《蘿莉塔》 就像《蘿莉塔》的那個小說 裡面的那個男主角 那樣子的一個人,在小說裡面 你看完了以後,你會了解他的那個感受 或者說你會了解他為什麼會那麼做 在真實生活當中,如果碰到這樣一個人 你可能會覺得很不齒 這樣去跟一個未成年少女發生關係等等 但是小說具有小說它的功能 跟小說它的意義 那個東西不應該成為一種 所謂國族主義論述或者是國族的東西 如果今天有一個小說是變成某一種 國族的象徵或者是國族的意義的東西 他就失去了他小說的價值 好,就是 對,我覺得 凱曼達文森非常的勇敢 就是說 對,就是說在這樣子一個 在阿爾及利亞的現代的這個氛圍之下 還能夠很勇敢的寫出這個 雖然您剛才是說 你並不是站在什麼特別的角度 而是出發於一種東西 然後西比利貝把這本書寫出來 那剛才主持人也有提過 在這本書出版之後 曾經受到這個 極端教育牌的發出的死亡的威脅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知道 的確是觸怒的一些 有權力的一些人 所以我想要知道剛才 達悟德先生 提到這本書在各個地方的 這就是受翻譯的情況 但是並沒有提到在阿爾及利亞 阿爾及利亞的讀者是怎麼看 就是跨除一些比較 像才會發出死亡的那些人 一般的讀者是怎麼看這本書 那還有另外呢 就是我也想要趁這個機會 因為待會就讓他盡情的發言 就是延伸到說 達悟德先生他過去曾經是記者 尤其是在那個黑色十年 就是內戰的那段時間開始 做記者做報社的編輯 然後寫時事的評論 也是非常的直言 非常的敢言 然後去對抗 當現在的這一些當權對抗宗教 的一些掌控 所以這樣子的勇氣 我覺得是現在在我們的社會 特別特別需要的 那你是不是有遇到 就是說您是怎麼樣做到這樣子 然後是怎麼樣找到自己的定位 怎麼樣去保持這樣子的勇氣 我覺得是我們現在特別需要的 就是獲得他的 因為他有出 他有把他的一些時事評論的文章集 結成一本書叫做每張對東東 他講的就是我的獨立 每一篇每一次寫的這個東西 都是追尋我的自由追尋我的獨立 但是我覺得他這樣子的作為 其實是帶著整個人名 還有整個世界一起在前進的 謝謝 過度政治化的一個國家 虛構小說這件事情 很難被單純地去視為虛構小說的 他常常就是會被人猜想說 他是不是一個潛藏的某一些訊息 然後就是變成一種密碼 在傳達怎麼樣訊息的東西 常常呢 有人就是要想辦法 就是要逼問我 到底在這個小說裡面 你到底真的想講的東西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由我來問 讀者這個問題 在這樣一個小說裡面 到底你看到的是什麼 很難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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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必須做的 因為我必須解釋 因為這件事 很難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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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就是要講 每次要講到自己的時候 你很難去避免 就是有點虛榮的 去講到一些自我 那我必須要去說 就是當我在阿爾及利亞 作為一個時事評論的一個專欄作家 事實上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受歡迎的一個專欄作家 可能如果不是最受歡迎的專欄作家的話 所以我出版《異鄉人發言調查》的這個小說的時候 很多人看到這個書名 立刻就會覺得非常的興奮 就覺得 太好了 你要好好地回敬 卡尿一下 但是等到他們看了小說了 他們就會覺得非常失望 有一個美麗的聚會 人們開始說 但是有了一個二次距離 在 2015 當作作出版本 在 France 我當作出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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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國人 作出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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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啤酒 為了很多的東西 所以我並不想 我並沒有想到 我並沒有想到 那這本本 能成為出版本 在 France 他在阿爾吉利亞 2014年出版的時候 他其實就挺受歡迎的 等到 2015 這個小說在法國出版的時候 我就猜想說 好了 現在問題要來了 因为一个阿尔吉利亚的作家 他用法文写作 写一个可能跟卡谬 就是有直接教证这样的味道 这样的一个小说 然后又在法国出版 他基本上这整个就是 一个所有的能够去带来 人家来找你麻烦的 所有的成本的一杯纪维酒 那事实上每一个字 它可能都会有两种意义 可是呢 在阿尔吉利亚跟法国之间 它就会变成三重的意义 当一个在阿尔吉利亚书写的小说 在法国出版的时候 他在法国被解读的那个方式 跟他从出口转了一架 又回到阿尔吉利亚的时候 再被看待的那个方式 就会变成三重的意义 所以文章有了另一个接触 它有的成功 这会有的成功 这会有的成功 另一个成功的成功 那这个时候呢 那有關於我所要說的這些種種 我還要再加入了一個就是說 在阿爾及利亞 卡妙怎麼被看待的這個問題 事實上卡妙是一個阿爾及利亞人 他就是一個阿爾及利亞人 他出生在一個就是三代 在阿爾及利亞家庭 他在阿爾及利亞念書長大 他就是個阿爾及利亞人 而就是殖民我們對自己的過去 你必須要去勇於承認 在過往裡面當然是有光榮的 當然也有一些不光榮的歷史 那不管怎麼樣 卡妙就是一個阿爾及利亞人 而他在瑞典去接受諾貝爾文學講的時候 他曾經就是接受了一個記者採訪講的一句話 到現在都還有很多人會去罵他 說因為他說的是 在正義跟我媽媽之間 我會選擇我媽媽 那是因為那個 對不起我補充一下 因為那時候有非常多恐怖攻擊 所以那 所有的阿爾及利亞人 在遇到同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一定會做同樣的回答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阿爾及利亞 對這件事就沒有辦法原諒 阿爾及利亞人 因為在阿爾及利亞人 在最初的一段時間 有一定會有人提醒 對 但他在說 對 正義和我媽媽之類的 那事實上呢 就是說這個小說 我們就是在法國有了那個成功以後 後來在阿爾及利亞 我跟我的 就是在阿爾及利亞出版之後 我們還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開了一台車子 然後在後行李箱裡面 裝了很多香的書 然後到阿爾及利亞那些小村莊 到那邊去 辦獎座賣書 然後每一次辦獎座 就像今天這樣一個場合 總是聽眾會分成三種 一種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討厭卡妙 然後有一種是 不知道誰是卡妙 然後有一種是 就是喜歡卡妙 然後在任何一個獎座 就是你到了十幾分鐘以後 總會有一個人舉手來說 可是卡妙 他說在正義跟媽媽之間 我要選擇媽媽 就是一定會有人跑出來 要講這句話 我chio爭啦 他說iniz這樣 太値了 讓我迷ир搭recht ho vampires disorders 重量 這裡 通關於 quase 尼 從 Dank 到 有 我因此关系我发生惯狗,予了一个无畏了 有问题中有关系的启动 因为在那世界上的那些人 在一体的俩人对其他人上的地方 jusqu现在的那些人 是非常有点 是非常有点有关的 这个的争戏是飞与戏的 像是自己的事情 在因为台ía 在一些文化文化 或计则过的文化 写的人说 他也不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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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這其實是我一直所思考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一個完全封閉的專制的 這樣的一個政權的國家裡面 虛構小說到底有沒有可能 因為在這些封閉的專制的政權 他一直要去強調什麼樣的東西 都是真實的 去強調那些東西是真實的 然後虛構小說的這個 如何被接受 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在《異鄉人翻》 要講這個小說裡面 我非常刻意的 在裡頭讓卡妙跟莫說 這兩個角色他們是混淆的 有很多是屬於卡妙的東西 我把它說成是莫說的等等 但是小說的刻意是為什麼呢 是來自於 因為在阿爾及利亞 本來就是有一群人 他們在講到卡妙跟 《異鄉人》這個小說裡面 這個故事的時候 就是把真實跟虛構混淆在一起 把他們當成都是 就是這樣就是一個真實 所以回過頭來說 就是在一個封閉而專制的一個政權之下 虛構小說的可能性 這其實是一個我思考的問題 那講那麼多了以後 然後不知道就是 我想那個作者 他應該會很喜歡 聽大家有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或是有一些什麼樣的回應 不管有沒有看過他的書 或是不管有沒有 對有沒有朋友想要問問題的 先開放給大家 好那邊一位 還有嗎 一二位 好 還有嗎 OK 三位 你好 有聲音嗎 有 OK 就是這兩文小說裡面啊 他的主角其實 我發現滿多的相通性 就是他們兩個都是 內心非常荒謬虛虛無的人 然後他們也都殺了一個人 然後他們也都受到家庭 媽媽的情緒囉嗦 然後成為一個 成為一個就是 幾乎對所有事情沒有 沒有辦法表達太多情緒的 空虛的人 然後尤其事實上是 殺人的部分 就是莫蘇殺了一個阿拉伯人 然後在 在就是在那個 發言調查裡面是 阿拉伯人殺了一個 白人 然後 但是他們處理這兩案件的方式 都非常的荒謬 然後在所有的那個 具體上面 最後發展成那個 就是這本書的主角 發現自己竟然跟 莫蘇的內心有很相像的地方 他不然發現自己 怎麼就像是意象中 裡面寫的那個人一樣 然後我想問的是 我想問的是 就是 作者在這樣子的設計上面 是不是有他特意製造 兩個人 製造這兩本書 兩本作者 兩本主角 他之間的相意識 是不是有特意的營造 這樣子的巧合 或者是他有什麼 特意想要講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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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樣用中文問好了 我的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我們仔細去閱讀 卡密歐自己的傳記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愛阿爾及利亞 非常愛這塊土地的作家 所以呢 剛才在談到這個殖民的本身的時候 因為剛作者 對不起 剛導務的先生提到說 這個殖民帶來 帶給這個阿爾及利亞很多的痛苦 可是呢 這些文化人 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偏諾 這些文化人其實 反過頭來 他愛這塊土地 並且為這塊土地發生的時候 他其實也某一種程度的 把阿爾及利亞帶到法國 帶到全世界 那我想要 比較想要問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說 在這裡面 難道沒有一種文化 就是反過頭來輸出的可能性嗎 那文化反過頭來輸出的意思說 即便他是一個 血統上是一個白人 可是呢 他在文化上面 他其實是愛阿爾及利亞這塊土地 他其實是認同這塊土地的 他甚至於說 他在他的自傳裡面 他說我就是 就是我就是第一人 我是第一個 第一代在阿爾及利亞這個子孫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非常認同 阿爾及利亞的一個皮耶諾 然後 剛才第二個問題其實是跟著有關 那有關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剛才達路德先生說 現在的政府其實是翻轉了 他過去被壓迫的角色 現在回過頭來去壓迫現在這些人民 那我想要問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法國在這邊的 就是他是 就是法國在這邊的角色是什麼 在軍事上以及在文化上面 就是說在軍事上是 他到底是支持現在的這個政府嗎 還是默不作聲還是有背後黑手 就是在後面就是繼續在操控著阿爾及利亞的政局 那在文化上面好像會看到一個反差 就是我在法國的一些雜誌上 在法國的一些報道上面 其實我們常常看到很多的阿爾及利亞的文化 反映在法國的這些文化這個層面上 所以我比較想要請就是達路德先生 告訴我們現在的那個現況 到底是怎麼樣 可以先讓他回答嗎 因為他的問題有點多 對方的問題 謝謝你 那些問題 我會忘記 是會緊急事嗎 如果回答了你的問題 是正確的問題 是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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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分析 是有幾十年來 對方的能力 但可不可以 是一件事 是等於一件事 是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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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件事 那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没错就是说您刚才所指出来的异象人跟异象人犯人调查之间的这种 镜像的这种效应这种人物的这种镜像的安排 这是一个刻意的而且就是我有意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因为呢就是在可能我的就是启发的比较晚 但是有一天当我了解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呢在我们的敌人身上 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了一个被变了形的自己 是经由当我们去认识敌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更清楚的认识自己 是基于这样子的原因 在设计这一个小说的这个人物的时候 我把它做了一种这种镜像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如果你说在异象人犯案调查里面 Haro的这个角色 他看起来是非常的愤怒 看起来他的愤怒是因为就是有人杀死了他的哥哥 但是事实上他真正的愤怒 或者说经过这个过程当中 他真正的愤怒是他自己其实跟那个杀人者有那么多的相似 那这个小说里面他其实做的这个小说技术上面的这种镜像的安排 就是在讲这件事 我第二个问题 我开始了 我开始了 第二个问题 我开始了 在美国的财务 我可以不答应 可能会更多的 你会更多的问题 我可以答应该要问 但我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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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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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了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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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 外国的 这就是 其实 瘦 而 这就是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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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来 法定 对 法定 是 如果这边是ич贸俄药并职业会有 нее,是重疑人贸俄的利选择 法定是经纪航务资产场的几乎地澄历 也许与글利亚的领域 所以它要稳定的一个所以说它是好多的 而是影响 Gener归的利亿 但是око中心是玛利亚远想 而我我觉得这些谈论的对付静 但我没有认为这种选择的选择 是否古典制作为了法国家 你知道每个国家都支持自己的保持住 就像如果您有一个家 您并不希望有太多的努力 是否这不让您睡眠 那關於雅全體的問題,先從第二本開始回答 就是在這個從1962年到現在,或者是說對於這一個專制政權 法國扮演怎麼樣的角色,這我沒有辦法回答,這恐怕要去問法國 但是我可以回答的是說,在這些專制政權的腦中 就是這個想像的法國,它一直是存在的 那個想像的法國作為一個有陰謀論的發生的一個地方 我記得我有一個西班牙的朋友,跟我講了一句話 讓我覺得非常有道理,就是說你們阿爾及利亞人 是藉由法國去想像所有其他的西方 那事實上的確也是這樣,因為兩者之間的關係有那麼的深 當然,另外一個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你也可以想像對於法國來說,它是期待一個穩定的阿爾及利亞人 因為今天如果阿爾及利亞不穩定的時候 因為以往的這個殖民的過往 因為其實曾經有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 或者是說阿爾及利亞人的這樣的一層的關係 如果阿爾及利亞陷入一個混亂的狀態的時候 那可能具有某一些道義要去接受 就是非常多的這些難民或者是說這些流亡者 那所以這件事情是我們非常容易想像的 就是說,在任何的一個國家 都會希望他隔壁的那個國家,鄰近的那個國家 是處在一個安定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這就好像是當你有一個房子 你不會希望你隔壁有太多的鄰居 正好在施工,正好在做什麼 因為你會被吵死這樣子 這就是可能會被吵死的了 現在的歷史上的歷史 現在的歷史和中國人 我們有一個人的歷史 我們有一個人的歷史 他在兩天見見 在歷史上,在歷史上,在歷史上 說說,不小心,你都會在歷史上 我們保持住的歷史上 我們保持住的歷史上 你會想像是 如果一個人的歷史上 他在歷史上 一位總統的歷史上 所以我們的歷史上 我們是在歷史上 是永遠的歷史上 是在歷史上 這代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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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基本上相信 國際關係 它其實是一種 講勢力的關係 但是如果要太去講 這些跟前殖民立國之間的 陰謀無讀的關係的話 我覺得這個有點太 捕風捉影 事實上 以今天的阿爾基利亞來說 阿爾基利亞跟俄國 還有跟中國的關係 反正可能是阿爾基利亞政府 他可能覺得更為重要的 才兩個禮拜以前 阿爾基利亞的一個政府的領導人 去見普丁 然後去跟普丁講說 你放心 阿爾基利亞現在一切都很好 沒有問題 不會亂的這樣 你沒有辦法去想像 如果今天一個阿爾基利亞領導人 跑去跟法國的政府 去講這樣子的話 如果他做這樣的事情的話 會引起多大的騷動 但他就是會去跟普丁這樣去講 因為法國一直都停留在 是在一種想像當中的 這個好用的 一個動作 我終於是一種想像 一種想像 一種想像 我相信 我相信 那我最後的結論會是說 我想從法國的角度來說 如果法國他沒有辦法 真正的去認真的去回顧 或者說去承認 去正視他自己 所有全部的這個殖民的歷史 那他就 我不可能有機會 就是真正的去跟那些 比方說出生在阿爾基利亞的法國人 或者是從阿爾基利亞移民到法國的 這個族群之間 他們有真正的和解 然後現在有了這種族群衝突 就很難真的有更好的一個出路 相反的 在阿爾基利亞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真正的去平息 去釋懷 去放下 去認為說 這已經是一個過去的歷史 然後停止 就是所有都是別人的錯 我們也會永遠沒有辦法 走出自己的道路 然後永遠是會被卡在一個過往裡頭 但是 每個世人的歷史 都是不同的歷史 但是 每個世人的歷史 都不一樣 我們也必須有一天 我們也必須 我們也必須 提到的前面的那個問題 事實上 有關於這個 這個殖民的過往 您提到的是說 是否有一種 就是從文化情感上面的 阿爾基利亞輸出到法國 他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殖民並不是只有 就是一些 就是一些財大氣出的那些大殖民者 還有很多小的 貧窮的那些殖民者 就像卡蜜他的那個家庭 他們其實是非常貧窮的那樣子的一個殖民的家庭 而這樣的殖民家庭 其實已經在這邊延續了好幾代了 然後殖民的 比方說阿爾基利亞戰爭 它裡面也不是只有那些光明的可以講的 還有一段非常不光明 然後很難去承認的那些東西 所以每件事情它都有一些更複雜的這些面貌 然後殖民的這些經驗 獨立的這些經驗 其實有都還有非常非常多 更複雜的那些那些東西 我想如果說在阿爾基利亞人 他在要去要求一個 要去申請一個法國的護照 就是說大概三年以上以後 他可以去申請 那今天就是說殖民阿爾基利亞獨立 到現在也已經有超過50年的時間了 那也許一個法國人 也應該要能夠去申請一個阿爾基利亞人的護照 就是說他也被承認成 我想要當一個阿爾基利亞人 我應該也會承認 他要當一個阿爾基利亞人 是被許可 我應該會承認成 對於阿爾基利亞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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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在法國的最終競爭執行 我相信阿爾基利亞人的問題 我認為阿爾基利亞人的問題 那我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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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要去全面的去正式 去回顧他自己的整個殖民的過去的話 他永遠也沒有辦法 深正的去解除他自己的內部的 這樣的一個傷害或者焦慮或者危險 那這位女士他提到的是 事實上法國的前總統 齊哈克 他之前就已經對於 就是在法國在整個北非的這個殖民 進行過道歉 然後在現任的總統馬克龍 他在總統競選的過程當中 他就去了一趟阿爾基利亞 然後他在那邊 還是以候選人的身份 就已經說了 他覺得法國殖民阿爾基利亞 是一個違反人道的一種行為 違反人道的一個罪行 那這種情況下 你看他在那裡的一種行為 他還可以做什麼呢 他其實有很多大的禍 都被迫在法國的法國的法國在法國 我個人有很多討論 為他在法國外國 因為他就是他的 他也是最愛的 他最愛的 因為他失去人的 所繁衍作為黑暗 他不是說的 之前 開了一些障礙的 架馬克龍 這是做的 我認為這項目 有的項目 而被刑的原因是, 那些是不重要的, 在这些人的思考,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件, 在我的回应, 在我发展, 在文件中的文件, 在文件中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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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写了这篇文件, 在文件中的文件中, 我曾经写了, 我们在一个状况, 我们在一个状况, 像那一篇文件, 《,The Désert Des Tartare》, 是要是, 是要计刑的刑 Wir est一本文件中的文件, 在文件中的楼上, 中文件中的文件, 而是让我们求唯一到尸的空间, 我会 maison到医学院区别人, 那是请我们语寻参考, 我写的话, 我没写了我还要得更多, 我们在世上, 所以我们在党极封会上前的文件中的文件中的文件中 我会问他们是ums Knudiy 发展的文件中的文件中文件中的文件中的文件中文件中的文件中文件中文件中文件乏 他有了有的事情,他要有的不妥人 但是 stated,有人在是求人收获得 而是信用的努力是它們想候 而言不信用的未来 但我相信也就是在 gibi 一aya是安全的 成为了一刀 我有一个很快的举头 这是一个很广趣的写 作为一中国叫Piti Piti 这是一国 一日前她能被动了一生日子 他出現到壁面的街道的了人跟我一圈高熱的客戶 她有多意试的 他在十分之后 非常非常重要 可以在地上里的电劑上去除了 突然而被双重的 與他相互不丟致 他会殺死亡 他会付亡的人 讓大家帶給他一個禮物 他在全世界上防禦中 事實上的就是 老實說法國已經做了非常多事情 我個人就是對於 馬克隆總統 有非常多的建議 因為不只是 他在亞基地說 他叫為殖民的歷史 是一個違反人道的罪行 這是一個從來沒有人講過 而且這是要有非常大的勇氣 才能夠去講的話 那才不久之前 事實上他還開放了那一些失蹤人口的答案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但是我就在法國的Le Point週刊 然後同樣的一篇 就是寫了一篇專欄文章 然後同樣的一篇文章 他也在紐約時報上面有看載 就是我在這個專欄文章裡面 去質疑為什麼在阿爾及利亞 對於法國解密開放的 這一些失蹤人口的答案 那麼缺乏反應 我在那個專欄文章上面 就用了一個隱喻 就是說那一些達旦人 就是那些野蠻人 要來襲的那些守望人 那事實上那些守望人 就是永遠要去在一邊守望 看看那些野蠻人 到底要不要來攻擊我們 但是野蠻人從來沒有來攻擊我們 他的工作就是站一邊要去看到 當野蠻人來攻擊我們的時候 要跟大家講 然後野蠻人的工作就是 你們千萬不要來 那這種情況就有點像 我在這個專欄的文章裡面 用這個來比喻阿爾及利亞的態度 你去要求說去解密開放 這一些就是失蹤人口的這些檔案 然後在那邊喊了半天 結果真正人家開放的時候 你就完全不理會 然後接下來要去要求另外一個東西 你永遠都是在進行一個要求 你為什麼不給我什麼 你為什麼不給我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我剛剛前面所講的 就是那一種 你曾經被殖民過這種 後殖民的這一種資產 然後這些政治人物 他繼續去使用這些資產 然後來維繫他的某一些 站在位置上面的正當性 而他不是想要真正去改變 或者解決的問題 那我最後再舉一個小故事 就是說 有一個希臘人拍的一個電影 他的片名叫做《遺憾》 《Pity》 那個故事在講什麼呢 是說有一個男人 然後他的太太出了一個車禍 變成了一個植物人 然後所有的人都來跟他講 安慰他 好傷心好難過等等 結果有一天 那個太太竟然醒了 然後醒了的時候 這個男人他就覺得非常的失望 因為他喜歡的那種被人家安慰 被人家照看的那個樣子 所以他就開始殺人 他就開始殺他身邊的人 然後他身邊的一些人 出現了一些很遺憾的 一些死亡的時候 人家又來安慰他 來跟他治癌這樣 我就覺得這是有點像 那個阿爾及利亞 他們對於這件事情的立場 其實就是從Mr.Dawood他的那些 一些就話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也是聽到很多 跟台灣有一些類似 然後當然不能說完全一樣 那比如說像阿爾及利亞 他們已經解放了 可是他們真的自由了嗎 那我們台灣呢 我們雖然已經就是解贏了 可是呢 我們是真的民主了嗎 對啊 這可能就是我們在線下 我們必須還是要再去面對的一些 很嚴肅的一些問題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今天非常謝謝 Mr.Dawood還有徐老師 還有坤雍 他這麼厲害的口譯 因為真的要完全不拿筆記 然後在這樣直接現場 這樣做口譯真的很不容易 那我們結束以後 我們哲學星期五這邊還是可以在留下來 所以如果大家還是有空的話 可以留下來在這邊 繼續做一些交流這樣子 那那邊的話就是有 那個Mr.Dawood他兩本中藝的書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然後我相信他應該可以幫忙簽名吧 謝謝 那如果說大家有的話 可以就是在那邊選購 那再次給三位獎者一個大大掌聲 謝謝